來看看呢 現在呢 傳出 展中篇 是記中記 對 蔡英文來說是 一時三鳥之記 這誰說的呢 這台北市議員羅志強 還說呢 傳出孫昌即將下台 就在農曆年前後就知分曉 提到的一時三鳥之記 第一點 第一記 就是呢 換掉他 已經忍無可忍的蘇貞昌 我們也知道嘛 蔡英文和蘇貞昌 兩人關心並不好 從之前在阿扁時代 就已經有非常大的仇恨啦 對 因為呢 孫昌有抱怨說 蔡英文這個人拍到丁 對不對 那現在呢 傳出 蔡英文受不了了 要換他 第二記就是呢 因為拔掉對蔡政府監督 最用力的中天 我們在此還是強調 我們一定會繼續發揮監督的力量 以及製造寒殘效應 讓其他的媒體向他貴福 當然你就不會有 也不敢有其他的聲音出來了 好 那麼民進黨的自己人呢 就是王世堅議員就說 蘇貞昌下臺的時間 應該就是在過年前領完年終之後 好 那麼 民進黨 彰化縣黨部主委邱建復也說 蘇貞昌如果穩不住的話 可能日期都出來了 725號改組接替格魁的熱門人選是鄭文燦 那當然也有此理說 王世堅的說法是說 我們前副總統陳建仁也有很可能來接任格魁 看來民進黨裡面的那個內鬥可是大辣辣的正在展開中了 對 現在傳聞滿天飛 那麼關於這個部分呢 孫昌在今天也特別回應了說 人生的劇本怎麼寫他沒有辦法偷看 不過他一定會全力以赴 好 我們看到呢 這非常的政治權盟 中天被關 中天成了犧牲品 這是政治惡鬥之下的犧牲品 那麼 佑正 怎麼看 掌聲咧 我們一塊一塊來說啦 這個羅志強 當然志強哥是好朋友啦 但我還是要挑戰一下他的論點跟想法 好不好 因為大家一定會說 對羅志強講的沒錯 但王佑正正常發揮一下 他的想法有道理 但我有另外的想法 跟大家分享一下 只有在中天才聽得到 好不好 來 一時三鳥 只有三鳥嗎 我們先講 如果羅志強的說法是稱真的 又可以鬥書真倉 又可以關掉中天 又可以幹嘛幹嘛幹嘛 一時三鳥而已嗎 沒有啊 這一時啊 你們猜猜看幾鳥 兩千三百萬鳥啊 我做了這件事情 我傷害了你們 我管制了你們 我把你們給嚇壞了 讓你們以後不敢講真話了 讓你們以後沒有中天可以看了 所以這不是一時三鳥 這是一時兩千三百萬鳥 厲害 厲害 沒錯吧 沒錯吧 怎麼會 怎麼會只有三鳥呢 這個石頭打到大家 頭暈霧眩 不對 應該是兩千 九百九十九萬 九千九百九十九鳥 因為我已經先被打到了 我在你們之前就已經 就已經被這個 還沒有發射石頭 我就已經 我就已經掉在地上了 你們是現在才掉在地上啦 好 好不好 好 我說 我順著羅志強的邏輯 先講 這不只一時三鳥 這一時好多鳥 但是 我在正常發揮的臉書專頁 發了一個圖片 你們有看到嗎 有 一個白雪壞公主 頭上長腳 拿著一顆爛掉的蘋果 手上拉著七根繩子 前面是七個邪惡小矮人的脖子 他手上七根繩子 拉著七個邪惡的小矮人 然後請大家猜猜看 或是想想看 七個小矮人 當然就像韓國瑜市長說的嘛 他是七個委員嘛 七位委員嘛 那這個白雪公主是誰 蔡英文 你覺得是蔡總統 對 那你覺得咧 蔡英文 你覺得咧 蔡英文 你們都覺得是蔡總統喔 如果是蔡總統 我們幹嘛要講蘇貞昌 我要先跟白雪公主的粉絲說對不起 這個比喻會讓你們不舒服 但是 但是很多人都覺得 操控這七個NCC委員的應該是蘇院長 叫他們怎樣怎樣怎樣 如何如何如何 好啦不管是誰 我請問你們 會有人願意當那個圖片裡面的邪惡白雪公主嗎 一定不要嗎 一定不要 我當然不要啊 不管是蘇院長還是蔡總統 沒有人要當那個邪惡的白雪公主 對吧 你要當嗎 不要嘛 大哥你要當嗎 不要嘛 大家都不要嘛 所以 如果有人被點名說 啊 我可能 我可能就是那個壞壞的白雪公主的時候 我會做什麼事情 我會趕快說 不是我 是他 是他 不是我 是他 現在 現在這些新聞各位 剛剛千惠姐 立剛哥講這些新聞 就在做這件事情 在做什麼事情 不是我蘇貞昌 一切都是蔡英文在搞的 就像你們的想法一樣 因為大家覺得說 啊這七個委員 NCC被蘇貞昌控制 所以蘇貞昌是壞壞的白雪公主 蘇院長心裡想說 哼怎麼會是我 我不要 我要賴給別人 所以就會出現這種消息 啊原來背後是蔡英文在操作啊 她是想要換掉蘇貞昌啊 所以利用中天被關台 傷害蘇貞昌的聲望 然後就可以把她換掉啦 這樣你有看懂了嗎 懂嗎 我們都覺得蘇貞昌啊 蘇貞昌好壞 怎麼可以關中天 蔡總統管不住她 所以她要趕快洗風向 不是蘇貞昌 是蔡英文 都是蔡英文搞的 不是蘇貞昌跟我無關 我是被蔡英文操縱操的 我是蔡英文一顆石頭下面 掉到地上的其中一隻鳥而已 這種新聞就是在洗這個風向 就是在告訴你 不是蘇貞昌 是蔡英文 就是有人想要你們覺得 今天中天被關台 不只是蘇貞昌 而是蔡英文在幕後操盤 這是典型的民進黨惡鬥 才會放出來的消息 所以不要傻傻的 不要覺得 啊這個 原來背後真的是蔡英文喔 背後真的是誰誰誰 原來蘇貞昌也只是受害者喔 不要說 別傻了 我沒有說蘇院長沒有責任 通通都有責任 你們一個都別想賴 一個都別想跑 昨天有看到中國時報的頭版吧 我們沒有只放蘇院長或只放蔡總統 我們兩個都放 所以不要用這種消息 想要洗風向 把責任推給另外一個人 總統推給院長 院長推給總統 沒有 你們兩位共同承擔 中華民國的歷史會記得 2020年的11月18號 中天被關台被撤照 那個時候的總統叫做 行政院長叫做 所以你們一個都不要想跑 不要用這種消息 想要洗風向 想要推卸責任 今天又正在這邊教你們看門道 不要只看熱鬧 人家講什麼 喔對對對蘇貞昌 然後新聞出來 喔不不不是蔡英文 沒有 兩個都有 還有那七個 通通都有 整個民進黨 通通都有 從上到下 通通都有 沒有一個跑得掉 也沒有一個派系 可以置身事外 好嗎 懂了嗎 所以我告訴你們 要看什麼 要看門道 不要只看熱鬧 這些事情 別太不會跟你講啦 只有這裡聽得到啦 只有這裡看得到啦 這樣好不好 懂了嗎 懂了嗎 好 我還有很多很多的內幕 等一下再跟你們慢慢分享 謝謝 蔡政府 關中天 言論自由已死 新聞自由已死 請立刻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 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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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烏